各位網友 院友 大家好 你現在看的是英國老人院 記住給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在社交媒體分享我的影片 訂閱我英國老人院的頻道 還有按下我的鐘仔 那你就會收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另外你也可以去我Patreon 請我食條招助養下小弟 最後也歡迎大家去英國兒童院網站 加入討論 多謝各位 Hello各位網友 院友 大家好 夜小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英國新聞的時間 過去幾天是英國新聞特別多 所以無可落河之下 就跟大家分開兩節來講這個新聞 在第一節的時間 就跟大家講一下英國疫情的新聞 能源危機的新聞 很重要 另外還有英國經濟問題的新聞 還有英國和法國又有爭執 究竟爭什麼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在第二節的時間 就跟大家講一下 保守黨開大會 終於到星期三的時候 波哥上場演講 就講了四十幾分鐘 跟大家講一下他講了什麼 值得大家關注 因為未來幾年 英國的政府究竟有什麼 什麼叫做 施政措施 值得大家留意要知道 另外一方面 在第二節的時間 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英國關於種族 文化衝突的新聞 和一些離奇古怪的新聞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英國社會上的動向 好 不花大家考時間 就講一下英國的新聞 第一件事 就是剛剛今天的疫情數據 新鮮出爐出來了 感染人數已經突破了四萬大關 四萬七百零一人感染了 然後死亡人數是一百二十二人 反正昨天的數據 都是已經三萬 三萬九千多人感染了 然後前天 就是三萬三千人感染了 所以大家不要輕忽 不要掉以輕心 要小心 為什麼呢 衛生專家 或者科學專家 都說了 其實英國現在這樣的走向 隨時會見到每日感染人數 六萬六都來 因為為什麼呢 已經開始入冬 大家在英國生活那些都已經知道了 占寒占凍 即使氣溫到二十度或十九度 都是感覺到寒冷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這個在冬天 是會爆發得更加厲害的 這個新冠病毒 看回一些關於這個新冠病毒的新聞 第一個新聞 就是前幾天發出來的 在Postmaf那裡 有個少女 十五歲 因為感染這個新冠病毒 而身亡 令人軟息 但其實她是預約了去打針 但是還未等得及 她原本今天感染了 然後隔了幾天 就身亡了 這段時間很快 就變成了 還未打針 就已經是 搞不定了 令人軟息 但是呢 某一方面來說 她母親就非常之堅強 為什麼呢 就說她母親就現身很多媒體當中 就說回情況 就叫人們小心 不要以為年輕人感染這個新冠病毒 沒事當傷風感冒 都會致命的 所以也呼籲人們 記得去打這個疫苗 去減少死亡錄 令人感覺到無奈之下 都是一個值得去討論的話題 然後另外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位15歲的少女 就不是那種身體很虛弱 或者是長期病患的那種類型的人士 反而這位15歲 因為這位感染新冠病毒而喪生的女子 其實她身體很健康 她是打自由搏擊的 亦都是訪問了她那個自由搏擊的教練 或者教室那些人士 就說這位少女是很陽光 經常很幫到手 也都很照顧小朋友 無論是心理上面 或者是身體上面 都非常健康的一個少女 所以真的令人軟息了 所以也同時間提醒大家 要儘量戴好口罩 保護自己 如果可以打疫苗 就儘量打 減少自己的身體 或者犧牲的機會 那兩方面 有一個好的例子 亦都有一些壞的例子 為什麼呢 就是說 那些英國 或者愛爾蘭的足球員 就很多不願意去打這個疫苗 反對打疫苗 甚至乎有一個愛爾蘭的球員 他是感染了兩次新冠病毒的問題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2020年11月的時候 他已經感染了一次 然後到今年8月的時候 他又再中多一次椒 但是他中了兩次椒 都沒有了他反對疫苗 都是不願意去打的 又令人唏噓 就是覺得有些人真的 他不太負責任 就是覺得這件事 只是他自己個人的事 他自己個人的取向 但是他看不到他作為一個名人 是會對這個社會有所影響的 那除了他之外 其實在這個萬聯的球隊當中 亦都很多這些球員 不願意去打疫苗的 令到那個球隊 甚為苦惱 也都同時間 這個英格蘭的足球隊 都是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有些球員不願意去打 所以影響到這個世界盃外圍賽 那裡的球員 就未必能夠出賽 因為為什麼呢 根據現時的狀況 就需要球員 打了針才能夠出賽 那些球員 就死都不肯打 那就不知道怎樣了 反而就是 主辦方面 也是在想辦法 就是說 可能減少這個規條 可能一分鐘 球員 不需要去打疫苗 都能夠出賽 還在搞 最後奸臣怎樣了 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很關注這個足球的事情 我只是關注這個疫情的問題 另外就是 就是 快要放假了 這個其中一架 預計了很多家庭 會趁最後一水 去到這些地中海地區 或者西班牙 都還是有些溫度的時候 就想著去一下旅行 玩一下 始終現在英國 就很開放了 所以變成那些人 都可以想著去旅行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 現在英國政府 就要求那些 返回英國的人士 如果去完外國之後 就要接受PCR的測試 要自己自費 除了說要付錢 75磅自費去做這個測試之餘 可能政府也會再加碼 為什麼要再加碼呢 因為發現到 有些做完測試的人士 其實他做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守規矩 也是不跟足指引 或者有所搞錯 令到測試的準確率下降 所以政府就一分鐘要求那些人 要通過視像會議 有一個人監測著他去進行測試 才能夠作準 還在搞緊 亦在爭論究竟 做不做這些事情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政客就認為 搞不定 很難會做到這些事情 特地聘請那個人 經過通過視像會議 去看著那些人做測試 有沒有搞錯 很麻煩的事情 後來政府又想一條新的 說不要緊 就聘請人 然後那筆費用 就由那個女客 返回英國的女客 自己去付錢 所以就說 你除了要做測試之外 也要多給一筆費用 去找一個人士 去監察著你做這個測試 也挺划算的 亦都是開創就業機會 政府這些事情 真的很有趣 但另一方面 看回威爾斯那邊 剛剛投票 就是議會投票 通過了 就說 接下來 如果一些人 在威爾斯裡面 出入這些夜場 或者大型的聚會 或者大型的活動 就要出示了證明 他們打了兩針 才能夠去這個地方 剛剛通過了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威爾斯也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他們對於新冠疫情的監控 以及小心的程度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威爾斯那些人都很守法則 所以他們感染率低一點 另一方面 政府也會再進一步 放寬那些女客 出入的條件 對於新冠病毒 為什麼呢 剛剛之前政府已經改了規矩 很多地方納入了這個 綠色區域 只要你打了兩針 都很自由讓你進出 現在可能 有很多紅色區域 都會放入綠色區域 令到更多女客 能夠自由進出英國 始終英國實施的政策 就叫做與病毒共存 所以就會再進一步放鬆 即使看到感染人數高 都愛理不理 另一方面 這個教育大臣 也都說了一件事 放了風聲出來 如果看到數據再次提高 就會要求學生 在學校裏面 要戴口罩 去防範病毒的抗散 雖然會戴上口罩 但也不會再一次 去做氣泡系統 即是在學校的班級當中 分開一班班 或者一群群人去上課 就不會再做這些事情 因為太麻煩了 令到這個學校的壓力加增 令到老師真的不能夠去 去教學 順利地教學 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也會要求學生 去戴上口罩 另外一方面 就是這個輝瑞疫苗 就發現了 他們只要過了六個月的時間 那個對抗病毒的效率 只會去到20%而已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不要以為打了兩劑就沒事 過了六個月之後 如果不打一個叫做增強劑的話 那就窩窩了 就沒什麼辦法 老實這麼說 所以其實我也很期待 因為基本上我也覺得 我是四月打的 都到期了 老實這麼說 我自己 所以都是希望政府能夠提供一個加強劑 給我去防憤一下 另外還有些什麼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說這個獸口水 已經研究報告又再一次強調了 就是說 獸口水是會有效地防範 這個新冠病毒的感染的 令到同時間 就是說 如果口腔是有些不太 即是有些長期的問題 或者口腔部分不太健康的人士 都建議他多些用獸口水防範 為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口腔有很多這些病 或者感染狀況的人士 如果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他的病法是會嚴重一點的 他的病症也會嚴重一點 也會病得辛苦一點 就是告訴大家 所以大家要小心 真的要買兩瓶獸口水 搞一搞他 另一方面 就是媒體再次去說 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病毒 是由實驗室出來的 已經有些研究 或者一些叫做 風聲透露了出來 就是說 這個新冠病毒 是來自武漢實驗室之餘 也是幾個國家的科學家 共同研發出來的一個產物 包括了美國、中國和新加坡 大家不要小觀這個東西 變成到時候 真的要求這幾個國家賠償 沒什麼辦法 當然 其實找不到證據 只是說話而已 浪費了 另一方面 就是有好的消息 就不關新冠事 是關另外一個疾病事 就是 這個燈格熱 世衛組織日日公佈了 終於研發到一個新冠 不是新冠 發出神經 這個燈格熱的疫苗出來 有效救了非洲的兒童 減少這個燈格熱 有所傷亡的人口 或者人的數字 都是一個好消息 雖然新冠搞不定 但是又有另一個病毒搞定了 好了 講完這個疫情的新聞 就要跟大家說回英國這個能源危機的問題 再一次跟大家說 這個能源的問題 就是發了瘋 一天之內 那個天然氣的價格 可以上升了37% 是今天的事情 不是昨天 不是前天 是今天 突然間一天之內 上升了37% 但是後來這個價格 又回落了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在俄羅斯那邊的普京政府 就說了 他們那個叫做 通往歐洲的天然氣管道 第二個管道已經完成了 就等歐盟那邊 就通過 可以讓他們使用 可以實行 多了一些 來自俄羅斯的新冠氣體 去輸送歐洲各地 但是呢 就要等歐盟 究竟歐盟通不通過 所以 也是 普京那邊 就說 麻煩你們自己搞定 因為你自己搞不定 現在你還不快搞定 就沒有人幫到你 所以 因為普京這些說話 引致到 天然氣體的價格 就回落了一點 就穩定了一點 就變成了 普京就成為了歐洲的勇者 即是幫到手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人探討了一個問題 就說 如果這樣經常被俄羅斯政府 捏住喉嚨 的話 不是一個這麼健康的事情 特別對於歐盟各國來說 所以也是有一番爭拗 先看看另外一些情況 就說 其實 這個天然氣 或者這個電 電費 在今年 是激增了很多 價格的大升 之前也跟大家說了 因為批發價格高了 夾到 很多小公司 捱不住頸 就爆破了 就要收皮 但是 一般小市民來說 預計下 接下來都會加價 那一分鐘 要去到一個比較高昂的價錢 去應付這些能源 的東西 所以 作為小市民的我們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一定會看到 這個電費加價 也都 同時是體諒這些 電的公司 或者能源 煤氣公司 為什麼呢 始終 不是他們的錯 是全世界 都是 這個能源都出現了問題 老實這麼說 大家可能就這樣聽 就覺得 沒什麼 就加就加 老實這麼說 一年之內 這個能源的價格 是高了600% 聽清楚 一年內高了600% 大佬 假設這600% 直接轉價到你身上 我想你會叫呼連天 所以大家就不要小看這個問題 當然 媒體會誇張 說600% 有沒有這麼多 就是這些見仁見智 但是 可以給大家一個 叫做 小心應付 也是關注一下 這個問題 就不要輕忽這些事件 為什麼呢 全球性 大家都知道 中國那邊缺煤 搞到要減電 英國這邊 歐洲這邊 就因為天然氣的問題 也是很苦惱的 歐洲這邊又有另一個問題 歐洲這邊可能未必缺煤 但是 就不願意使用煤 來發電 去製造能源 因為為什麼呢 污染性太大 所以死都不肯用 所以反過來 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 為什麼呢 一定要用天然氣 就覺得天然氣的環保條件比較好 就是污染比較少 就堅持用天然氣 但是偏偏 那些天然氣就要靠俄羅斯 普京手上 其實說真的 英國50%的天然氣是來自北海氣的 自己也有 但是呢 之前也跟大家說了 現在英國特別緊張的原因 就是因為北海氣那邊的設施出現了問題 那就減產了 引致到英國就不太夠天然氣用 現在呢 都是被俄羅斯捏住了 其實整個歐洲 因為天然氣的問題都被俄羅斯捏住了 所以其實媒體方面都很擔心這些事情 甚至乎呢 之前也說了 會開一條新的天然氣輸送管道 那麼最初開這條管道的時候 美國那邊是反對的 然後呢 烏克蘭也反對 因為呢 怕呢 俄羅斯政府呢 利用這個天然氣輸送 利用這個權力呢 去協制著這個歐洲政府 令到呢 歐洲政府呢 在烏克蘭問題裡面 一有所退讓 甚至乎呢 是經常都要因為這個能源問題 握著就名 就很擔心這件事的 那麼究竟會發生成怎樣 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普京一句說話呢 已經能夠壓制了那個天然氣的價格呢 就看到其實那個能源的威力是多大啦 那麼另外一方面 就跟大家看看 那個 由俄羅斯宣送天然氣到歐洲的管道 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呢 就是直接由俄羅斯的西部 輸送到這個 德國的地方 其實兩條管道都是輸送到德國 然後呢 再由德國那裡 輸送到其他的歐洲國家 這樣 那麼 整個歐洲都出現問題的 現在那個天然氣的事件 西班牙都缺天然氣 去到最下面那些歐洲國家都搞不定的 所以是很大件事 不只是英國 整個歐洲 其實全世界現在都面臨這麼一個能源危機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個情形 這個問題是英國這邊呢 特別濕制 即是屋樓兼逢連夜雨 即是自己 北海氣又減產又脫歐 跟著歐洲那邊又吵擦天 自己又不夠用 還要死點給你 然後電又不夠用 因為為什麼呢 電又要加價又要不夠用 因為呢 其中一條 由歐洲輸送電能的海底電纜 就因為天氣問題 就受到破壞了 所以 由歐洲輸送電力往英國的 情況是少了 因為少了電容 那樣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樣的圖 咦 那個圖在哪裏 OK 這條了 大家看到其實很多 這個電纜 這個電的輸送 就是歐洲其他不同地方輸送到英國的 所以變成英國這個時候 某方面程度來說 是真的很難脫離歐洲 也很難脫離歐洲歐盟的影響 大家看到這麼多的電纜 斷斷調 已經這麼大劑了 假設歐洲那邊跟你玩什麼事情 整個呢 在咳幾條電纜 你都很堪 當然 其實發覺 他現在在保修那條電纜 但經常都在吵 英國你怎麼 你不做 要求做的事情 又咳你電 又成這樣 是有些爭吵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另一方面 大家看到 能源不足夠 天然氣不足夠 想著拿電來應付 為什麼電又是說 電纜產生問題 產生故障 又不夠電用的時候 英國人究竟有沒有 因為這個問題 感覺到苦惱呢 老實說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已經有些人士 是預早安定了聖誕燈飾 你看看安到整個 我這樣 完全不感覺到 現在缺電的 這個世界 所以你看到英國人 是多麼生性 老實說 那就是 開心時得開心 得過扯過 這些事情 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另外一方面 英國人的浪費 除了在能源方面 你會看到 完全無顧慮之外 在其他方面 他也有這些成績 為什麼呢 近來少了很多 那些運貨司機 然後呢 亦都因為 沒有人輸送 這個牛奶 運這個牛奶 搞到那些牛奶廠 要大量 就倒奶 真的 很大量的 不知道幾千L的牛奶 就這樣倒 就這樣丟棄 因為為什麼呢 不能夠儲藏 分中要儲藏 這些牛奶的價錢 比你去倒了它 你說死不死 有時候英國人 現在真是 唉 破產了 沒辦法了 看看法國那邊 究竟跟英國有什麼爭拗 第一個爭拗 就是媒體登了消息出來 就說 那時候 很缺疫苗 全球大爆發的時候 明明就 訂了很多牛津疫苗 在法國廠那邊做 怎知道 法國死都不肯動 就不讓英國這樣 原本有五百萬支 打算輸送來英國 就是因為法國遲了 然後媒體又指責他 因為你發覺搞事 搞到我英國這邊死多了人 就罵他 就說你那些很無良的法國人 經常在搞事搞非 搞到人靈傷亡 另外一方面 除了這件事 令到英國人火軍之外 其實法國那邊 都有一些事情 就是兩方面 是我指著你的鼻 罵你 然後你又指著我的眼 說你的眼睛醜 這樣 就很有趣 為什麼呢 之前說了 如果法國漁民要去到英國海域捕魚 就要申請一個牌照 誰知道 批的牌照非常少 令到那邊的漁民非常憤怒 現在就說 我現在給你十五日時間 英國政府搞定它 如果你搞不定的話 我就堵塞 由法國通往英國的一些隧道 或者堵塞你的海港 搞事搞棍 然後 同時間 背後有很多法國政客 或者政治組織 去支援這些事情 就認為應該這樣去應對英國 就認為英國做得不對 甚至乎 有些人在法國 有些政客 就強調說 喂 如果你不去做一些我們認同的事情 不幫忙去搞定這些事情 那條書網 英國的電纜 我都剪掉了你 讓你們沒有電用 做出很多威脅 其實都玩到幾僵 後來僵到歐盟方面都出來說 要求法國總統馬一龍 就說你不要搞這些事情 你不要再去要脅英國 因為會制成歐盟和英國的極大的嚴規 甚至乎影響地區的穩定 就叫他不要搞事搞困 究竟他法國那邊聽不聽呢 當然 真的有一輪玩的 因為你知道法國人是多麼強 也都是多麼硬 沒什麼辦法 看回英國這邊 就不要只看那麼遠 英國這邊發生什麼事 大家看到了 能源的價格上漲 然後又說這個輸送鏈斷裂 然後又要加碼給一些司機 請他們回來運貨 基本上你會在這樣的情況下 看到所有東西都會加價 預計了今年可能每個家庭 會花多了很多錢 現在媒體就說 下分鐘會花多了一千八百磅 那就是見仁見智 看看你怎麼花的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來到聖誕都一個危機 因為第一件事不夠貨 其他東西不夠貨之餘 那些東西必然是會掉高來買的 會炒這個價錢 看回現在目前來說 真的柴米油鹽 每樣東西都加的 除了這個石油會加之外 你出外消費 必然會加 火車費又會加 二手車是加得更加厲害的 平常一般的食品 你也看到了 加了五到十幾匹這樣 誇張的情況就是 老實說如果大家 可能很多人沒有留意這件事 如果你真實地有留意 你會發覺這幾個月以來 每個月都會慢慢地上漲 譬如你買米盒那些 芝士 夾三文治那些 你可能你今個月看 咦? 沒有什麼價錢的上漲 下個月看會變了 加了十匹這樣 再加一個月又會見到 又再加多五匹 就是它慢慢幾匹幾匹來上漲 很划算 但是如果你自己心思熟慮 知道這個情況 就看到其實 現在的東西是愈來愈貴 雖然很多朋友都說 基本生活那些東西都是便宜的 英國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 如果慢慢地去過個月這樣加 你會見到 到年尾都挺堪可的 不是開玩笑的 除了這些柴米油鹽加之外 地區政府很多都慎窮 就說沒有錢 接著預計三年內 就會不停地上漲加這個地稅 必然會發生 上次我跟大家說過 所以就沒什麼辦法 但是政府的立場都依然是 很多這樣的情形 他就不想出來去調控 為什麼呢? 就認為大市場小政府 而Boris Johnson 波哥也都說了 就說這些不是他的問題 不是他政府需要去管理的問題 而是做生意的人 去負上他們的責任 怎麼樣呢? 就說你請不到人 就多加薪金請多些人 善待你的員工 然後就不要經常物價 轉價消費者 不要做生意 做那些非牟利團體 現在就是波哥的想法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但是話說 現在通脹的情況 必然會提高了英國的樓價 所以大家依然看到 英國會慢慢走上泡沫經濟的狀況 必然的情況 所以真的沒什麼辦法 另一方面就是 政府也很難捱 為什麼呢? 保守黨是靠商家佬支持的 但是近來波哥所有做的事情 是得罪了那些做生意的人 甚至乎 波哥是把那些生意人妖魔化了 所以現在那些商家佬 做生意的人 是非常不妥這個保守黨政府的 所以真的漫漫長路 看他怎麼走 好了 第一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先跟大家說回 英國兒童院網站的分類廣告 第一個廣告就是來自Kengor 全心全意為你服務 七人或九人車接送 搬屋、寵物、看樓 有這樣的需要就找Kengor 專業長途的車 服務全英國的 收費特便 無論幾夜幾晚 只要有時間 Kengor都為你服務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在英國兒童院網站 看看Kengor的聯絡資料 另外一方面就是來自Parrison 他說他有一個獨立廚師的屋子 可以放出來租給大家 短租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找一找他 而且這個屋子是可以養貓的 所以更加適合有寵物的人士 另外一方面就是Parrison 也會服務大家隔山、買樓 或者租屋、搬屋、接送用車都會這樣做 還有代辦本地服務 有興趣的話 就在兒童院網站的分類廣告那裏 找回他的聯絡資料 另外Kengor就在英國中部 Bermigham Conventry Lottingham Lessr 這地方 去服務大家更換地毯地板 天花、長生、柔柔 或者一些小型的裝修服務 有興趣的話就聯絡他 資料也是在兒童院網站找到的 多謝大家收看時間 再錄第二節給大家 不要走開 記得看第二節 OK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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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